欢迎收看理财导人秀 大盘今天持续强力反弹 两天就谈了快600点 不晓得散户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跟上了没有 一旦反弹 好消息就纷纷传出来了 明天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国安基金要开会 而且要宣布哦 买了多少钱买了多少股哦 好据说关键就是台积电哦 国安是不是希望台积电回到五字头呢 等一下我们的来宾 地表最强的期货分析师张灵忠忠哥 会来帮大家说分明 国安明天到底会讲买了哪些股票呢 台积电有没有机会重返五字头 还有大摩这个时候哦 外资跑回来送暖了 他竟然说台股现在叫做早鸟甜甜价跟抢高点票一样哦 他说到明年哦第一季台股有机会谈到16500点耶 而且半导体的景气已经见底了 好今天朱老师哦 K线之神会来帮大家解读哦 事实上美股已经悄悄的止跌回稳了哦 如果外资再回头来送暖 嗯有很多股票的多头气势 可能可以延续到国庆日之后了 好另外我们的价值投资达人阿格力来到现场 会告诉大家 9月营收陆续公布 现在看起来还不错的好像都是苹概股哦 但是他会提醒最厉害的红海集团 不是只靠苹果 而是电动车在悄悄的发动哦 这边钟哥也会来帮大家补充了 9月营收要挑哦 不要挑温温的 要挑不是大好 就是大坏 这两种都会涨 哎为什么温和的钟哥会这样建议 听起来有点极端哦 今天节目会全解答哦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哦 众所瞩目就是国安基金了 其实这个礼拜很多人都觉得是国安信心盘啊 好那明天的话呢 要告诉大家 户盘的主菜名单是什么 我这边可以率先猜题 台积电 对不对 一定有台积电 那今天其实我们节目单位也悄悄的打听啦 据说呢买的金额超过50亿哦 有可能往百亿的方向走 这跟上次COVID-19的户盘的金额 其实是大很多哦 而且据说国安还是希望如果美股有支撑的话 台积电加油哦 回五百啦哦 好所以呢我们这边看到有一些我们认定 可能是国安会比较积极的电子圈之股 像台积电鸿海联发科 台大电联用中信金中钢 这些今天其实都有相当的涨幅这边先来请教中哥了哦 好你的身负大任到底明天国安基金会讲什么 这是奇异哦 然后其二是大摩 摩根斯丹利啊竟然出了一个报告 台股明年第一季可以看到一万六千五百点 原因有好几个哦 但是他强调 现在买台股叫做早鸟甜甜价 他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啊 对那其实坐高铁除了早鸟价之外 玩鸟价也便宜哦 就是快要打烊的时候 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国安基金它一定是偏多嘛 它不可能说这个盘现在保守 大家要偏空做 所以它明天一定会偏多来看 那这两天如果美股没有上涨的话 其实台股根本就不会涨 所以我觉得国安基金对市场 只能是信心喊话啦 没有实质能力 不管你是五十亿一百亿 你都挡不了外资一天两天的 这个大幅的卖超 那我们来看大摩 大摩它其实针对台湾 它一向是比较偏向空方的外资券商 他讲过很多产业 什么寒冬来了啊什么的 那这一次他讲的话 我们就看他言行是不是能够合一 有时候可能高调讲一讲说 我可能要买了 但是私底下还是一直卖超 台积电鸿海等等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他讲了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券商 如果他一直都是在买超的 那可能真的有机会 我们来看几个理由了 那第一个理由这边 他预估的高点是一万六千五百点 那可能是到明年 二零二三年的这个 Q2以前都有可能 那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 上面就还有两三千点的空间 这个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如果搭配一下联准汇 它这个升息可能放缓下来 或是开始走降息的循环之下 这个是有可能达成 那第一个他说半导体的产业循环 要走出谷底 我们以前看半导体会去看一下 北美的半导体的BB值 但是他在今年一月开始 就没有公布了 所以其实你看不到 他没有公布了 你不讲我没注意到为什么 已经没有再公布了 是太差不公布好聪明 我就去看一下那个艾斯摩尔 他的这个财报 就是做基台的嘛 那全球都要跟他订啊 他在四月份的时候 他的营收Y01还下降19% 那七月份的时候 已经上升到了35% 也就是他感觉有一些这个 慢慢产能有回来这个状况 艾斯摩尔 那如果他下一次十月份公布的时候 还是年增还是增加的 那代表可能这样的产业循环 就是半导体库存的利空 可能真的会在这边消化一下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外资的持股比 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 偏低 今年卖的相当多 那外资卖了一兆以上 那看台积电本来在这个 去年的时候还有78%左右的持股 现在大概剩下72% 已经卖超了相当多的这个比例了 那第三个就是选举行情 这个每次的大选 大家都会讲这个 那也真的应该会比较 偏向多方来做 就是政府是偏向多方来这个互盘 所以这个四个理由 其实我大概都同意 但是就要看他真的有没有满 那现在其实这两天的反弹 你去看几个风险的指标 包括像美元指数 波动率 还有殖利率 全部都是往下降的 当这三个同步代表这个盘 往上就真的会很有机会 所以他们当然也是嗅到 一点点这个味道 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个言论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 好 所以这个时机点也很重要 时机点很重要 像上次国安一宣布进场 美股也在谈 所以就足足涨了1500点 那现在明天要开会 好像这个时机点也蛮不赖的 就是都很凑巧 上次在7月11号的时候 也搭上美股上涨的顺风车 那这一次也差不多了 那国安基金它回来到底会买些什么 那其实从外资的买卖超 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 到底有没有吃它的豆腐 那第一个你看台积电 它在今天10月5号大盘大涨的时候 那买了8010张外资 那中止连久卖 连续三天买进了 所以你会发现 外资对台积电的态度 很巧跟美股的转折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其实你看台积电的ADR就知道 ADR之前是先破底 对不对 台湾还是熟得好好的 那后来台湾就跟着破底 所以你看台积电 你这个很重要 你就要去看ADR的一个走势 那包括像这个鸿海联发科 这都是大型的电子全职股 那也开始进行了这个买进 那像鸿海是中止连10卖 联发科是中止连6卖 那台达电联永中钢 这大概就是过去 一直在卖出的这个股票 也开始在做回补 所以它的确是 好像有点要共襄盛举 那讲难听一点 明天一公布持股清单 股安基金就是买这些会不会 对那我们之前 我上次来节目我讲过 这个股安基金跟外资的期货 很像 我们从7月11号开始 外资期货都是留多单 那你看今天 这个是今天这一根10月5号 那这个是增加了1万口 2、300亿的多单 昨天是付的2700口 所以昨天谈 其实外资没有大幅加吗 昨天没有 昨天还是做空的 那他这个空单 感觉今天是被嘎到 所以今天有一点推升的力道 那所以今天这边 增加金额是2、300亿 这个很重要 这个可以观察一下 后续的指数的这个续航力 对那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台积电 这当然大家都知道 外资如果不管是外资或国安基金 你要去拉的话 这一档一定要去做它 那他目前在跌升反弹 这样的走势 跟美股大概都是 联动很类似的 像费城半岛也是这样子 那上面这个地方 有一些均线的反压 如果能够持续突破的话 那刚才赵华说要回到500 所以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据说目标是这个 但是说实话 这要有很多的天使地利任何 对对对 没错我觉得国安基金 它没有独自撑住台股的力量 讲的难兵也就是这样子 你要国际股市要搭配 所以这个台积电 这个很重要 你带他去看一下 那再来就是这个台达电 那这档也在标的里面 它的营收其实从4月开始 它的月增率都是每个月增加 它的绩效其实相当好 因为他有一些电动车的题材 你看他这一波连续四根的 这个红K棒 已经靠近了这个前高的位置 那你刚才看连电 刚才看台积电 他其实都没有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所以这类型的股票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你看钟哥很厉害 他一直说我们都还是要看 美股的脸色 这真的没办法 因为国际市场 就是在看美股的脸色 台积电的ADR 只跌反弹 我们就只跌反弹 所以朱老师 你这边也有独家的观察 事实上美股的状态 比台股好太多了 它已经指稳了 对对 那其实美股会领先 全世界反应 所以美股只要一转强 我们台股就会转强 那其实我们做股票 本来就是在顺势 这个市强 我们就要马上提早知道 我们看一下 我们美国的道琼 看起来好像 也不过两天上涨了 对呀 跟我们差不多 但这两天涨幅 很惊人 这个10月4号涨了800多点 3号涨了700多点 那最重要就是 各位这一次的上涨 跟上一次的反弹 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的地方 上次美股的道琼 也谈了四天 对 那我们这次谈了两天 但是这两天 把前面这个红K的高点给突破了 前面这个红K有一个战上武军的高点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技术面来讲 已经出现头头高了 头头高已经出现了这么厉害 没有低地高 所以它已经转强的讯号 我们在节目讲过好多次 在观察一个空头的股票反弹的时候最重要 如果你反弹很强 后面有可能趋势就会改 就会被内转上去 所以今天晚上这个道琼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 如果它能够再谈一天 站上月线的话 那这个强度就更强了 它不但过前高又上了月线 那回来的话有九成都会底底高 那底底高就变多头 所以道琼这一次短线 容易在这里做一个底底高 头头高的短多的出现 那这样子我们刚才讲 台股就要跟着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台股 道琼晚上有朱老师的任务加把劲 可是台股明天虽然有国安 礼拜五应该也会有台积电影 但是要国庆廉价了 廉价对台股投资人的心理压力总是很大 那我们的台股现在也是连续两天都叫反弹 我们没有过前高嘛 所以叫反弹 我们是空头趋势下的反弹 空头的反弹 但这一次的反弹 它如果能够跟着美股转强 也就是明后天就要来碰这个月线 就要来攻这个月线 那这一次如果能攻月线或者上月线 那回来也容易看到底底高 所以我们的台股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一次的回来 如果能够不破底的话 就是出现底底高的话 那就会在这里做横盘的整理 做横盘的整理 那明后天最重要就是台股不要跌 你不一定要像这两天这么大涨 给台股的任务是不要跌 你不要跌 因为各位要知道 如果你不跌的话 我们的台股有一个重要的讯号在周线 因为上次朱老师有特别强调 短线跟长线 事实上台股是空头趋势 对对对 但是如果不要跌 这个空头趋势也有机会 没错 扭转 如果我们这两天的大涨都可以维持的话 后面有长假 可能就不太容易大涨 但能够维持这两天的涨幅 我们的周线就会出现一个 很明显的止跌讯号 是一个红K 对 就是黑K配上红K 各位看前一次是不是看到红K 然后就连续谈了好几周 如果我们在这个礼拜五周盘 出现红K止跌的话 那过完这个国庆 就很容易去做反弹了 那周线反弹就会谈到周的20 周的20在哪里 上次也是谈到周的20 周的20是14,900点 接近15,000点 我们昨天只敢说上月线14,200 所以刚刚讲那个16,000 好像也不会很远 怎么突然 这样会突然太乐观了 对对对 好 我们就把它当作会反弹 因为周线止跌 但这个我一直讲反弹 所以中期会出现反弹 那中期会出现反弹 我们日线上次也出现过 一波的多头 就是周线反弹 所以我们这边的周线 如果能够有止跌讯号 下礼拜能够反弹 所以大概应该可以谈到10月底 10月底就有机会 那如果谈到10月底 当然这个底部就很容易形成 所以在这个反弹的时候 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的股票 也不是今天 因为我们大盘谈了两天 很多的股票都转强了 对 那我们转强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讯号 好 我们来找一些转强股 真正值得比较中长线持有的 我们常讲一个空头股票 如果你要转强的话 就会有出现几个讯号 第一个就是连三红 连三红 对 连三红在这个空头底部 是一个重要转强的讯号 你能够连续涨三天 那代表多方的力量 在这里怎么样 已经可以克服空方了 不然它本来是空头 应该空方要把你打下去的 但是你都能够连三红 代表这支股票已经开始转强 那转强有两种 一种是转成多头 一种是反弹而已 那连三红的股票至少你短期不要去空它了 那这些连三红的股票因为它只是反弹 所以我在那边提醒大家 回档不破反弹 那第一只脚的最低点 它会出现第二只脚 所以连三红的股票 我们后面就看它会不会有第二只脚 就底底高 比如说这么多 是不是每一只都会底底高 不一定嘛 但是如果这里面有几只 后续出现了底底高 那你就可以锁股做多 你就可以把这只股票锁股 让它转成多的时候 你又有一个做多的标的 那我们这边举一档做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只股票 网通股 这个网通的这个致意 是不是也是跌得很一直跌 大盘一直跌 它也一直跌 但是呢 只跌之后 它已经一二三四 已经看到四天的反弹 当然这是空头反弹 所以我们后面 如果大盘也底底高 那它就可能会底底高了 那底底高之后 还要经过打底 并多头才可以做 我只是告诉你 这些股票已经转强 那你刚才前面做空的 你已经赚钱了 已经连跌了五天了 对不对 那你现在站上五军 这只股票空单 请先补一下 它已经转强了 所以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之前投信也有一段时间 矚目过 可以观察一下投信 愿不愿意再来加持 对 投信也好不容易坚持了那么久 那如果能够转多 它也可以开始获利了 那这次汉磊 大家也都知道 对 那它也是跌了一段 也出现连三红 那今天碰黑黑 是它因为接近到月线了 到月线了 所以我们的大盘 明天也是会去供月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 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大盘 月线反压吗 对 月线是一个反压 那今天也是碰到了 我们上次的警线 13928那个警线 就被打下来 它就回来一点 对不对 但还不错 还是涨了两百多点 所以我们这个连三红的股票 都去注意后续 它会不会做第二只脚 如果第二只脚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 它就很容易攻上月线 攻上月线 它又可以恢复一个多头的架构 那第二种股票就是 比刚才的连三红 还要再强一点 还要强 对 因为它已经攻克了月线 它比大盘更早攻克了月线 那这些股票当然也是我们优先的标的 能够找 因为那个还要等 刚才那个连三红还要等 那刚才那个是告诉你空单 你差不多可以收手了 它可能不太容易再破底了 但是这个如果突破月线的 当然就比大盘强 所以这些股票回档 现在突破月线了 如果后面几天 它都不跌破月线 它都在月线上 那代表也是开始转强了 那它在月线上整理 如果出现上涨的红K 我们可以优先的做 优先选来做多 因为它在月线上 而且又突破月线了 那如果在红K上涨 基本上大概都完成多头 多头架构已经完了 而且里面有很多是 之前产业趋势非常差 已经破底到不行了 现在坦上来 钢铁股 主机板 驱动IC 它那么烂的股票 居然能够领先占上月线 这代表后面一定是有 有故事在这里 或者有些跌生的 也有外资什么都开始进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 这个可能等一下中国会呼应 有时候不是大好 就是大坏 对 就是 大坏的反而有转机 这个叫匹级泰来 已经到最低了 其实这些股票基本面都不错 基本面都有的 只是跌得很深 那我们就看一只起机就好了 可是它算强势了 股票跌那么多 可是它这三天 大盘转强 它也跑到月线上 其实它就是一个横盘 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横盘 那大家可以锁一下 如果前面这几个压力 这个尤其是这根红K跟黑K的压力 如果这个压力突破的话 基本上它就开始转强 那均线它已经站上月线了 所以我们可以优先去把它锁股 去优先做多 选这种已经突破月线的股票 作为我们的标的 好所以钟哥和朱老师 从外资的筹码动向 和所谓的技术现行都提醒大家 即使现在还是一个空头反弹趋势 但是都有转强的迹象 这点要把握起来 所以广告回来 我们来掌握一下基本面 阿格力会来帮大家检视 到底九月营收 鸿海缴出了史上最好的成绩单 很多人都说 那是因为它独家代理的苹果 组装了苹果嘛 可是其实重点不在苹果 重点在电动车真的在启动 如何从基本面上看出来呢 好九月营收陆续公布中 我们都说先公布的 应该是机优身居多 所以这一段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大家发现 红海怎么会这么厉害 九月营收缴出这么狂的成绩 带动整个洪家军 今天也是气势如虹 好阿格力有独家的观点 因为很多都说当然啦 对不对 它代工苹果的i14 但重点不在苹果 重点在电动车 还有第二个看法 众哥也带来他的观察 九月营收 先公布的不见得都是好的 也有非常烂的 但非常烂的 你一样要关注 好这一节有很多的第二层思考 所以要先请教阿格力了 为什么你认为红海 九月缴出这么狂的营收不是因为苹果 不就是因为苹果吗 苹果就是拉货潮 对你为什么觉得苹果反而不是重点 其实苹果反而不是重点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它对营收没有贡献 而是说 这个是本来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等一下我会从各个产品项帮大家拆解 其实红海的营收真的是 连公司自己都很意外 超乎预期 连公司自己都很意外 我等下拿法朔会的资料 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好那我们先看 这次红海九月营收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可以说是好到爆炸 那最大的贡献当然还是iPhone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iPhone的 今年的预估的销量 那我觉得大家看这个表的时候 可以先有一个前提 当你看到媒体上说 iPhone14的销量不好 你会觉得说 那红海的营收为什么那么高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iPhone14的部分 红海的代工占六成 那14plus呢 其实它并没有拿到 主要还是合硕的部分 那最大的订单其实是来自于14Pro 跟14Pro Max 那大家如果细节去看iPhone的销量的话 可以发现 Pro跟Pro Max 其实销量的成长是最好的 因为其实今年的14跟14plus 在硬体的升级上 跟过往的这个入门 相比它升级的幅度 比较没有那么高 所以其实红海代工 它是代工iPhone14Pro的部分 我们看到占比其实是全 所以它的售费确实是非常非常高 而且iPhone最主要的销售 有超过一半以上 也是来自于14Pro 那也因为iPhone这一波拉火 让红海的9月营收 真的是创下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看一下9月的营收 其实是单月超过了8000亿 那我这边列出了过去五年的月营收 可以很清楚看到 这个9月营收 不只是历史上最强的9月营收 其实比过去五年 任何一个月营收都还要高 而且我觉得现在看这个营收 你可能讲说都公布了 我现在才知道会不会太晚 Pro卖得好我也知道了 其实并不会 为什么知道 我们看一下过去五年 我帮大家画了五根箭头 都是指9月的营收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9月之后 营收越来越高的这个趋势 其实每一年都是这样 所以越接近年底 这个消费电子其实是月望 所以当你看到9月 红海这根营收这么夸张 其实10月11月可能还值得 大家继续去期待 所以现在关注红海 我觉得还来得及 再加上红海的股价 其实也没有跌太多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全资股的朋友 又怕这个下跌的风险的话 其实它算是相对稳健的一个选择 好 那我们进一步来看 Q3的这个营收 这个是Q3营收的展望 这个是原本的展望 我们看到原本红海 对第三季营收展望 QOQ的部分也就是 就是把说会上有公布这一张 对 没有错 这红海自己的资料 它是估持平 QOQ是持平 这在我们那时候节目有讲过 可是最后9月营收大进补之下 这个QOQ反而是成长 那它原本估消费型电子是衰退了 可是你看到9月营收 创下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而且消费型电子领域占它50%的营收比重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块iPhone的拉货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应该不只是iPhone 因为iPhone毕竟也只是红海其中一块 所以就代表说整体的消费电子 其实好像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 所以营收才会那么强 那我觉得除此之外 还可以关注这个云端的部分 其实红海的伺服器 占它整个营收战比已经非常高了 已经到25% 所以它在原本云端估持平 那电脑它原本是估微幅成长 现在看起来这个第三季的营收产品项的细节还没公布 这是第二季的 不过我们从这个比重来推论 可以知道说 现在应该是红海每一个部门都非常强的一个状态 所以10月真的可以继续关注它的营收 好 等于等它第三季法说会 好好来讲一下 怎么第二季给这个guidance是做报表呢 好 这个要好好说明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看到10月的营收 有机会更高的情况下 我觉得现在大家更应该关注红海 我帮大家统整了一张 红海一年四季的一个涨跌幅 而且是细节到每一个月 一年四季 这是如果你对红海很有兴趣 像我妈自己也常常问我红海 因为通常吃生谷米对红海都会很有兴趣 那这张推背图 要好好的给它背起来 好不好 那我们看到 其实红海的每一年的下半年 通常在8月9月 状况都不是很好 超过百分之60几 在过去30年的过程中都是下跌 可是从10月开始我们可以留意到 其实大概平均下来 有超过六成的距离率 都是处于上涨一个阶段 那搭配今年9月营收这么强 我觉得10月它开始上涨 刚好就符合这个推背图的节奏 大家可以细节的去留意 你是看基本面的 结果在那边推背图 会不会它也跟国安基金讲好了 其实我觉得今年算是各种天时地利人和 一来我们看基本面 它营收确实好 那国安基金刚好又在互盘 那鸿海是一定会买的 毕竟它全值那么大 明天公布就知道 那还有一个重点 是我觉得今年多了一个题材上的催化剂 因为你过去五年 不管你iPhone卖的多好 大家觉得说 你iPhone都讲十几年老梗 那我觉得2023年对鸿海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就是电动车 所以在题材上确实会有点火的作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 前阵子它跟育龙合作是N7 这个两天预购量真的非常夸张 可能跟定金只要1000块有关系 对啊 1000块真的有去真正买到整车的 不晓得我多少 对因为最后到底能不能把车 如期的交出来 这个是目前各大车厂制造电动车 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啊 不过你从这个订单来看 其实1.5万真的非常多 坦白讲 因为我最近也订了一台 Tesla的Model Y 虽然也只要3000块 可是如果你没有真的想要买这台车 你基本上连1000块 你都不会想去付 那这个1.5万这样的订单是多夸张 是比过去台湾两年 各大品牌的电动车销量总额还要高 所以鸿海 它只要能交出一半就好 要做出来 对 那对于育龙跟鸿海本身就是非常大进步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指标性的车种没有错 但是其实鸿海在电动车布局已经是如火如土 各方面展开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下转投资的资料 那2023的第一季 它的客户的自动电动牵引车 在美国的部分就已经要量产 而且它在这个底特律 也有成立这个车辆研发的中心 所以鸿海确实在未来 除了iPhone以外 电动车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关注 有机会改变我2021对鸿海的看法 因为去年2021大家在讨论MH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就讲 这是一群没有造过车的人 蛮常吐槽他们的 一起造车的一个概念 不过现在鸿海经过两年的布局之后 我觉得开始转移到 可以开始关注它电动车实贡献的时候 举例来讲 我帮大家发现一家公司叫坦德 这个是新贵的 坦德真的没听过 坦德科技因为是新贵的公司 它是车用显示导光版的 市占率有10%在全世界 因为现在电动车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 就是这个怎么样 萤幕越来越大 一个比一个还要大 基本上都15寸 甚至总和加起来20寸以上起跳 那对于这种车用显示器 导光版就有很好的营兽的益助 那鸿海它也因为要布局电动车 它就入主了坦德这家公司 那像今年年底以前 台南的model T 就已经开始要正式的运作 那这个model T之前在刚公布的时候 大家对它这个车灯很有兴趣 第一次看到这么细长型的车灯 因为跟大家讲 现在灯具跟你以前 对于车灯的认知不太一样 以前就只有照明的功能而已 现在虽然最主要功能还是在照明 可是它多了一些进阶的 比方说自动远近灯的切换 转向的辅助 所以现在电动车用的这个车灯 它其实门槛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男生的车头灯的定义 或要改变 对 男生其实蛮注意车头灯这件事 要好看 最好够大 可是现在已经变形成一条了 对 就是审美观要有一点改变 好不好 那这个model T 这个细长的车灯 其实就是坦德科技所生产 那坦德科技它本身 导光版又守过BNW 跟通用汽车的订单 所以从这块布局 你就可以知道 红海的电动车已经不是过去 只有概念 因为实际的营收 现在已经看得到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坦德 686其它是一个新贵股票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过去 一年以来的营收 其实是呈现越来越高 这样的状况 我们看到最新的9月的营收 年增率是108% 这个年增率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 而且是连增了三个月 原本7月0.3亿的营收 到8月变0.4 9月变0.5 所以你从这个营收的年增率就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汽车市场 以及鸿海是真的有投资相关的公司 来赚取到实质的营收 因为坦德在新贵 新贵没有涨跌幅 这种成交量比较小 但是它是一个领头羊的概念 对没有错 它等于营收上去代表有在出货 这就代表整个鸿海集团在电动车的布局 现在是加温的 对没有错 那如果你真的是喜欢鸿海电动车这个概念的话 买鸿海本身坦白讲 它纯度不高 主要还是靠消费电子跟伺服器 那我建议大家可以看它的这个红家军 尤其是乙胜KY 就在公司 5243的乙胜 那乙胜的8月营收 其实就是已经是历史最高了 我觉得9月还有机会更高 等一下会给大家看数据佐证 那我们看到它8月的营收年增率 其实非常好 28.8% 而且是连续4个月 月营收都增加 所以理论上9月也不会太差 那同样帮大家做了一个推背图 10月在过去历史上来说 跌虽然多一点 但56%大概是持平 但是11 12随着这个旺季来临 因为乙胜KY 它大概有三层是这个车用 可是其他还是比较消费型电子 跟云端这个部分 还是有机会进一步的往上攻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股价的位阶 其实我觉得乙胜KY 在今年相对于大盘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强势了 我们看到这个从4月以来 其实它股价一直没有破底 最近盘式这么差 它跌到前一波的一个低点 其实是有成的 而且现在有一个强烈反弹 那再搭配啊 现在月线的这个扣底值 刚好扣在这个月线要往上 提供股价支撑 朱老师回笑点头 朱老师有认同你哦 有讲对啊 有讲对在K线支撑面前 好那最后再回到基本面的部分 我跟大家讲说9月的营收 公布可能会很不错 其实是有根据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帮大家整理 中国新能源车的这个销量 我们看到18年到现在 其实是爆发性的成长 红色这一条是年增率 基本上年增率都是在100%以上 那我们看到中国8月的 这个新能源车销量 6.6万台 照我看 这一条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高 刚好对应到乙胜KY 它8月营收也是历史性高 因为乙胜KY在中国 就是帮TESLA做机构建的代工 那大家知道model 3 model Y在中国 其实都卖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在过去 每一年的年底 也都是汽车旺季的情况之下 9月10月11月12月 汽车销量新能源车 有进一步往上推升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乙胜KY 9月营收 大家可以多加期待 我们的价值选股达人 基本面讲得很好之外 今天还附加了推背图 都要出奇招 所以这边钟哥 也要来帮我们出奇招了 因为9月营收陆续公布 不是只有红海集团 很多都公布 而且让人家很意外的是 有的很烂哦 今天还拉涨平板 大家一头雾水 所以钟哥今天也有出奇招 要不你就是好到爆炸 要不就是烂到爆炸 这两种最值得投资 对那我简单带来几个观点 那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9月营收 那股票的营收 大概就是自来水的龙头 就是水库的这个 你不下雨的话 你业绩根本就不好 像这个 刚刚那个阿格力讲的红海 那9月营收8000多亿 很多公司不知道赚几十年 几十年才赚得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的 那好的话 我们就标注红色的这个字样 那第一个我们会比什么 YOY跟MOM YOY就是去年同期的月营收 那MOM就是跟上个月来比较 例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红海 9月营收的YOY是40.39 那MOM是83.19 包括像大力光 杏邦 仲奇 明泰 创意 这都是你只要看到两排都是红色的 它就是我们叫大好 就是你月也好年也好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台积电好不好 当然好 但是你不管怎么买 你张开眼睛买 闭着眼睛买 你今年以来都不太舒服 对啊 对所以其实啊 这个大环境还是相当重要 你营收好 你可能稍微比较止跌一些 那你要搭配什么法人的买卖 例如说法人也在买进 例如说我们待会会带来一个3023的这个信邦 然后它的这个例子 那大坏呢 我们看下方 你的YOY跟MO1全部都是付的 例如说像这个IC设计的这个瑞誉 YOY是付的1.85 那MO1月比是付的7.83 像南亚科记忆体一样 大概就是这几年来 这六年来最差的营收 公司他自己有这样说 对这整个都是在景气的低谷 但是你看南亚科是不是最近一直破底呢 没有 还在谈呢 对啊这几天还是会反弹 所以说营收我们当然要先看是第一步 那如果是大好的话 我们觉得是这样子 你在下跌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考虑买进它 因为我们说跌时 重值涨时重视 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 跌的时候反而是买大好的时机 对八字真言 我们来看这个是信邦 那上面是一个日K 我们特别比较了一条黄色这一条 黄色是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 那它的这个坐标轴是一样的 那信邦3023它是做电子周边 像这个电动车啦 绿能它其实都有做到这个电子的元件 那营收是27亿 MOM就是挣的1.82 那YOY是24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好 两个都增加 那我们来看 它已经在这几天的反弹 谈到哪个位置 你对过去看 它已经谈到最近三个月的高 那你对比这个加权指数啊 你看是不是谈了两天 有没有到最近三个月的高 其实还很远 你可能要回到一万五以上 可能才有回到这个信邦的水准 所以我们说你在跌的时候 你去承接这样的股票 那当这个行情比较好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能够出现大涨 因为它的本质好 它是好学生 它是知优生 那可能有机会能够继续往上涨 所以要嘛就选真的大好的 年月都大增的 前景也看好的 要不我们就雪中送看一下 好不好 要不你就找放牛班的 为什么 因为它刚才主要是讲 匹吉太来 它已经最差就是这样子 那法人可能看Q4 或者明年Q1 它会有一些转机 包括像很多你看那个面板股 也有这样的一个味道 你看2408的南亚科 它是这个记忆体 那通常大家看这类型的股票 会去看美光的股价 那大概涨的一模一样 你看美光的股价 也是一再破底 然后这几天也是弹 那你看南亚科 弹得相当的这个激烈 你看一样 这几天的这个反弹 它的在反弹之前 其实跟加权指数 大概是属于同类型的 一个这个波动 那最近为什么会涨 因为大环境在涨 所以我们说 大风起 猪也一起飞 就是不论好坏的股票 都会涨 除非你有太大的利空 待会我们会讲 不是会讲 就是我们在全震的时候 会看到有一些 下一part 我们要讲全震 对有一些标的 那所以你看 这个反弹上去 一样 你在低档的时候 买进的 包括不论你是 做价值投资 例如说殖利率 配股 你觉得它比较 甜的时候 你去买进 你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些好处 就当大环境 比较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享受到 比较好的报酬率 好 虽然投资要有 第二层思考 但是我知道 上一周 跟这一周 鼓民的心情就像洗了山温暖 上一周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完了 BBQ了 这一周叫做 完了 我没有子弹了 我钱不够 弹上去怎么办 没有问题 小资主 我们永远为您着想 所以下一段节目 钟哥要来教大家 其实用全震 就是参与这一波反弹 非常棒的方式 你会想 全震好像很难 好像风险很高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仔细听 下一 part教你 选量大的权证 超级简单 好 昨天节目就特别提醒大家 这一波的反弹 可能有千点的行情 那朱老师也提醒我们 每股都已经直稳了 现在 现在 大家心里急了 急了 两天六百点 怎么办 还没有买到好股票 所以这边要请教钟哥 我们的小资就行 其实每当这种时候 这种以小稍微博大的商品 就格外好用 但是因为很多人 也会有点怕怕的 就是说这样子 就是波动很大 风险很高 可能会吃归零膏 所以到底怎么挑 我们可以在这一波的 反弹行情中 小钱就赚到大钱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波其实大家都 跌得有点乱七八糟 包括我们亲朋好友的问说 到底什么时候会反弹 是不是 我们每个人都被问爆 对 看到我们就会问 那我们来看一下 几个这个征兆好了 那第一个是 这恐惧跟贪然指标 我想这个几个月来 大家一直在看这个 但是这个针一直停留在红色的地方 所以只有这两天在上涨 其实要这个指标 大概没有什么用 麻痹了 就麻痹了 对 那我们往右边看一下 台股的融资的维持率 那上方是加权指数的周线 那下方是维持率 你只要碰到140以下 大概相对就是一个低点的位置 相对低 低点位置 因为筹码洗得相当干净 但是你看最近碰到的一次 其实还是继续往下走 还是继续杀 对 所以你可以参考 可能进入一个甜蜜点 但是并不会马上往上走 对 那这两天我有观察到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状况 就是 全镇市场开始变得比较活弱 全镇市场变活弱 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全镇市场 它的名称 有时候看起来觉得好像好复杂 例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 它叫做 这个是昨天量最大的全镇 用彩虹的看起来更复杂 谁做的 这是我做的 对 对 真的做得真漂亮 我们来看哦 为什么我要分别 因为你看台古旗啊 它就是标的红色的 那这个元大是发行商 发行商 我们不是偏袒它 只是因为它量最大 对 那这个2呢 是到期的年份 然后我们是用明国年 所以明年是1、2嘛 所以这个明年到期就是2 那这个4就是4月份 4月份 这个购就是方向 认购认售 那11就是它的序号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第一个我们看重点 看哦 明年4月份到期 然后呢 认购全镇 对 认购就是看多 看多 认售就是看空 看空 例如说这一档 它最低点在0.14 这一天涨到0.25以上 你可以算一下报酬率是几倍 好 所以它就等于是 你觉得不容易 就不要报到到期的附近 对不对 对没有错 所以你的彩虹是很有条理的告诉大家 它的标的什么 什么时候到期 发行商是谁 对 它就是看大盘的一个多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是全镇 全镇有三个基本的要素 第一个一定有到期日 然后有履约条件 有权利金的这个交易 那左边这个是一个 算秀才吧 他去进京赶考 但他没有钱 那怎么办 他就跟他女朋友借100块 就说好 你借我100块的权利金 这个成为复兴汉的前奏 对 不一定啦 有可能会最后会结成连理 那两年就是一个到期日 好 两年后我会去放榜 会考试 对不对 如果考上的时候 我就履约了 那我的获利就无穷了 那个女生获利就无穷 对 所以那女生可能他投这个男生 那你可能可以多投不同的男生 这个另当别论这样 所以大概就是全镇的概念 因为这完考上之后 就会留在经里面跟那个皇帝的女儿结婚之类的 对这个几率很高 变富嘛 对 那我们怎么样选择这个全镇 我大概有四大重点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个成交量要大 待会我们会介绍 我会带来几个最近量比较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流动性比较好一些 你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一档是0.14 你只要140块可以买一张 那就是一个便当的钱 140块 那如果你想要买很多 那你出的话 你要留意 如果那个造势商没有出来对的话 你大概就是卖不出去 那再来第二个 你要选择到期天数比较长一些 你才有机会可以去 这个应对 大概多长 例如三个月后 四个月后 至少选对90天以上 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好一些 那如果你做这个 通常大家都买全镇是做买方 你要选择价外比较好一些 那价外也不要太外面 可能是20%以内 价外的20%以内 不要什么深度价外回不来的 对 回不来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报酬率会稍微高一些 比较好 第四个就是 你要注意时间价值 很多人买了全镇之后 他就把它放在那边 就不管他了 那他就会有时间价值消耗的问题 全力经销市 那大家觉得这很便宜啊 但事实上 就是这样 买一两千块 就是归零高 对 一两千块 但事实上也是很大的一笔钱 如果你不要 其实可以给我 那我们来看 抢反台要怎么抢 那第一个股票 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 量最大这一档 它的标的是加权指数 那全镇的名称是 074025这一档 OK 那假设我们买一张 在10月5号今天 我们在10月4号买进 那你做股票 大盘的话 通常你会去买期货 因为你不太可能去买进 整个一篮子股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买全镇的话 你只要准备210块 210块 对 因为是0.21 210块 那今天的涨幅是多少呢 23% 23% 一天 对 所以如果你压 一万的话 就赚2300嘛 你压一百万 依此类推 但是不建议压太多了 对了 不要不要 一百万超大货 对对对 因为要以小博大嘛 那你抢反台要怎么抢 这边有几个重点 这两个 第一个 如果你后面还要做多 就是在10月的中下旬还要做的话 这三个风险指标 我们刚刚提到 FIX 还有殖利率 跟美元指数 这三个同步在做修正的话 像这两天都是 那可能这个大盘还会继续上涨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认购全镇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量最大的这个全镇 那这一档是台积电 是 一样 我们刚才说高价股啊 因为我们现在的钱可能存股存很久了 那大家都被套牢了 对 我们也不想出 所以我们用一点点钱就可以去做 像这个台积电 假设你在10月4号的时候 因为它的成本是买一张要42.9万 那今天涨了3.5%左右 所以它的涨幅是3.5 那你看全镇呢 如果我们买这一档084078 这是原付发行的 我们会看到今天的涨幅就是40% 昨天你只要付760块 是 对 就是一张只要一点点的这个价格 你就可以赚到这些 其实可以赚到200多块钱 对 包括像大力光也一样 因为你买一张大力光相当贵 所以你用全镇的话 你真的可以以小博大 然后去看到 你想要去玩什么股票 大概都会有相对应的这个券商 发行出来给你看 那松哥可不可以更简单 我的意思是说没有错 我们要找例如说90天以后才到期的 对不对 对 然后找量大的 然后价外不要太远的 就这么简单几个原则就好了 对 我们不要想的太复杂 不要再去算什么比 什么比的这样子 有时候还有一些隐含波动率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觉得隐含波动率对一般小资组来说 就有点困难 对它看到可能就会有点却步 那我这边会待会会很白话的把它讲一下 到底什么是波动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昨天量最大的几档 那当然现在大家都在玩加权指数 所以你看 我们就列一档代表性的就好 就刚刚那一档 074025 类型你会看到它是认购 那成交量 昨天是2万张 2万张 这个波动率就代表 这个全镇的活络程度 所以你波动率可能可以找个 20到60之间的去 波动大一点的 波动大一点 它比较会动 就像这个大家喜欢做股票当冲 都要找年轻会摇的 所谓会摇就是上下波动比较剧烈 OK 那再来你看 这些标的像鸿海 鸿海这档076497 鸿海也会摇也厉害了 对它平时是很稳定 但你看它的量其实出来了 5900张 那波动率是23.61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它的履约价 如果旅月价还很远 例如说像鸿海旅月价 假设是130 140 150的话 比现价很远 很远的话 你就记得你的交易要短一些 那可能有赚 例如说10% 20% 你就可以先出一下 就是赚它摇纳一下就对了 对就是获利就跑了 那像台积电 这个当然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那比较特别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只有一档是绿色的 红色是不是认购 绿色是认售 这档的量也蛮大 昨天是4000张 那这两天才有量出来 过去可能大概都是在 这个50张以下 这两天开始有4000张跑出来 不管发生什么消息 当你看到量比较大的时候 你就去注意同志 所以你看今天 今天新闻就出来了 Tesla超音波侃测器 可能在明后年 它要取消这个功能 因为这个同志 就是供应这个产品的 所以显然有人先卡位 全镇也有这个功能 全镇大户的动向 不然买多买空 它其实都是一个方向性 对当你看到爆量的时候 像我们刚才看到加权指数 有故事的 对可能就会往上走 那最佳的三个时机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个重量的经济数据公布 这个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10月很多的 对然后像月营收 财报 个别公司还有法说会的时候 像这个7月28号那个星星 讲完之后一路往下跌 这个你可以去留意 用全镇去参加它的涨跌的这个获利 好所以我们把刑事例也列出来咯 对那接下来10月份 明天国安基金的例会这个留意 然后7月7号这个很重要 美国的非农数据 非农要公布 对非农公布 然后再来是CPI 美国的CPI 大家都会凌迟我们一次 所以你要留意 10月13号这一天 CPI又来了 你可以去用全镇来参与 那天还有台积电法说 对这几个其实都很重要 像这个特斯拉AMD 苹果财报 这个都可以留意 财报的公布日 也可能一番两瞪眼 对OK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很多都是用 以小博大的这个方式 你可以去小事伸手 我们刚才说100块200块 其实都可以 那如果你针对这些全镇的 这个活动内容 你比较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Google 就是全民强百万这个活动 经济日报办的 对都有抽奖 你可能下单之后 可以抽这个iPhone等等 其实都可以 对 抽iPhone可以助长红海的股价 对当然 有没有抽电动车 电动车应该还没有 对我们可以建议他们 下一届可以考虑 是 哇 钟哥真的用很浅显易懂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全镇 尤其是现在小股民觉得 没有钱啊 怎么办 全镇会不会太难 其实不会 刚刚讲了几个原则 首先你就先去找量大的 量大代表很多人关注 一定后面有故事哦 另外想要知道更多讯息的话 请Google哦 全民强百万 经济日报办的很棒的活动哦 有奖品有奖金哦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哦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K之城 朱老师 还有地表最强的 期货分析师 钟哥 和我们的阿格力来到现场哦 三位都认为这个反弹 应该有机会做一个持续 不过我们还是持续观察美股的动向 还有国安基金的讲话 明天哦 仔细听很重要哦 希望台股有个光辉十月咯 好 希望今天理财单秀 更年投资有帮助 我们明天再会了 拜拜 拜拜 我们要怎样搜寻呢 其实很简单 就到Google上面哦 关键字就是兆华语股获展 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听到哦 不管您是不是苹果手机的用户 都可以一起来收听 每天更新 赶快来听哦